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用铁锹和斧头才能将他救出 警方表示吴兹能活下来根本奇迹 吴兹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双腿粉碎性骨折伤势严重 没有酒精和药物反应 警方表示出事时他车速超飙 恐怕是酿货原因 加上该处原本就是容易肇事卢断 伍兹住在佛州 为了PGA创世纪邀请赛 才来到洛杉矶 美国媒体起底 伍兹肇事车辆 正是自己代言的 韩系豪华休旅车 杰恩斯GV80 也是邀请赛的指定用车 标榜高安全配备 有十个安全气囊 被警方认为是保命功臣之一 但外界评价不一 他在穿上座椅 经过手术后醒来 伍兹也在个人推特更新状况 表示正在复原 感谢外界关心 何时重返球场遥遥无期 明日和球迷持续送上祝福 三立新闻 陈佛罗导